二二八纪念馆特展今年持续以青年学生为主题 这次特别以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学生 土饼狼的人生之路做呈现 希望透过他的生命轨迹 让前来参观的民众更加了解台湾当年的历史所以 二二八纪念馆特展示里 不管是照片还是文字 都记录着当年19岁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学生 土饼狼一路参与二二八事件 1949年的四六事件 以及历经白色恐怖时期 入狱十年的人生之路 呈现台湾当年的历史缩影 他参与1947年的二二八事变 是学生代表 然后他在1946年的学生事件的时候 四六事件的时候 他也是在师大的现场 那么在白色恐怖的时候他被抓 那么他被判刑十年 所以他是见证了台湾的三次 最重要的白色恐怖 土饼狼历经十年的黑牢出狱之后 重拾画笔 一张张佛像艺术创作 具有敦煌佛像的庄严及飘逸 是当代的佛画名家 在这次的二二八特展当中 也难得完整呈现土饼狼的作品 后来他进师大以后 他对国画很有兴趣 不过他一直没有细机会 因为他毕业在大四年就被抓起来了 所以到关了十年以后 他出来又为了讨生活 到铁工厂去做事 然后后来又离开以后 到了杨云峰的雕塑那边去 才开始学习 重新再恢复绘画 而眼前这一张张生效版画赫卡 更是土饼狼同窗好友 已故雕塑大师杨英峰 在他入狱之后 每年都会送上祝福的珍贵文物 呈现难能可贵的友谊 土饼狼特展一共分成五大主题 呈现他一生的回顾 将持续展览到5月26号 观众朋友不妨前来仔细观赏 中家台北新闻李依如 财富的